欢迎收看上海关心第五的南岛新闻 白鲁国中在今年生日路主纳球队 在困难环境亦没有很受伤的经济之下 参加HBL全国国中纳球连赛的伊吉比赛 也提到全省的省序 欧共会也准备要代表国内观参加全国后赛 白鲁国中路主纳球队目前只有七个印尼亚的核心 今天减国客业还有任劫有这么好的成绩真的不简单 白鲁国中经济全国 白鲁国中去年在管政府的指示之下 新立路主纳球队 并且在这次HBL全国高中纳球连赛的预算赛 提到一个很好的成绩 我们现在云林县我们的篮球队尤其是女篮 那我们要培植我们的篮球选手 所以在这一次我们针对我们卖聊高中的女篮 我们针对他们的学杂费 还有住宿费还有所有训练的经费 包括我们聘请专任的教练 来给他们做最好的指导 不然白鲁国中越主纳球队更有七位印尼吉北核心 他们要减国学压 还有要连求有这么好的成绩真的不简单 不过比起其他外观市 分音管理主缘更少 因此有很多球员都会选择去外观市的传统名后打球 现在有管政府的指示 白鲁国中也要让大家知道 我们也是有令立不用自己的球队 我们的女篮 我也感谢我们县长 就是在现场的一个支持之下 我们迈老高中的女篮成立了 而且刚成立就已经创下很多的成绩 希望这次的比赛 我们的女篮球队能够把这份 我们的现场对我们的关心 能够发为一种力量 来为我们的宪宪 还有就是将来能够替我们 国家替台湾能够打出好成绩 旧队的救援大部分都是有分音的主帝兵 因其中也有人放棄 去外观市探柳后的机会 就是要留在混音团来打拼 希望在高雄是现任的忙上 本来有机会可以进传统强校 后来放弃了这个机会 选择了云林县麦寮高中来读书 希望他可以从一个原本 默默无名的一支球队 可以变成大家众所皆知 比比过其他甲族的学校的球队 后来未来高中就要代表分音团 去参加全国学校 除了继续念经上课 其他时间每一位球完都很念经 念十八球 希望能够继续拿到好成绩 去这里和我们采用不到